2005 我們的世界運動會在高雄2009的冠軍 第一類前2005 不是精美 是這一隊 所以我在學校的學生 我一直在高雷學生講 每一班都有一個調查會 對不對 每一班都有嘛 你這個社會一定有的 一定有 你用重點不是代表 重點是你用什麼 他也就在面對你目前的處境 因為相信你是尊嚴的 你的存在 好 如果像我這樣子 我再三支 你是喜歡去三支國中 教橄欖球隊做重量 還是去安養中心 教那些奏倫儀的人運動 如果一般人還成 一般人還成 學校 學校 這些學生會進步啊 果真的 我去教了兩年 他們也拿到全國冠軍 我不是叫他們提酒 我叫他們做重量行李 安養中心會去哪 冠軍嗎 你叫他們這要比賽嗎 可以站起來就 阿里路亞感謝主了耶 我為什麼會進去 我就是問裡面的一位物理治療師 一個年輕的小姐 我說你來這邊工作有沒有喜樂 阿哭啊 我說你為什麼哭 他說 幹運動都沒有什麼運動 都不斷運動 不是運動 他就在那裡 他就想說七八十歲 那些老頭 他過去就沒有運動的習慣 那一段又已經 僵硬了 你還叫他做那 他都有機器一樣 就在問這樣 他說асть 他說他要 他要 去教小孩子 做部件的 看 BI 要輝在那裡 我說阿神啊 你把我帶到山芝來 安養中心家人在那裡 做到柔子要不要引動 人家又會嚇一跳 他都死過去了 那就是那個不會嚇一跳 留在那裡就沒得起了 然後就來做一件 所以我要送給你們一姐的經文 我們有一首歌叫做《野地的花》 你沒聽過《野地的花》 穿著美麗的衣裳 天空的鳥兒不會吃了 這條歌裡面 沒說得唱 我說到灰的焦 灰很漂亮 焦很自由 那一段經文裡面怎麼寫《草》 《野地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怎樣 第一段 喔對呀 然後呢 上帝還怎樣 給他這樣的裝飾 什麼叫做裝飾 他口紅也裝飾 打鈴帶也裝飾 對吧 為什麼要這樣裝飾 這事情很重要 雖然今天還在 明天就在火爐裡 上帝 我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經文 人存在的每一個時刻 都是神看為寶貝 所以我在幫助這些老人家 也不是要帶他們去跟人家比賽 不是 讓他們有信心 有盼望 是神所愛的 所以我在安養的時候 他們最喜歡唱哪一首歌呢 送你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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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初聽我 konse暱 因為心願的溫Allah 就是這句的歌 在安養中休 我就用這樣的聲 including 神啊 我跟你同工 我跟你去 這是軟弱的老人家 給他裝飾一下 那他覺得他很有尊嚴 那他還有盼望 他在烏人家的情況裡面 還可以榮耀死人 好 我又回到今天的經文 我用今天的經文在每年這些老人家說 耶穌夭直起來 要夭直起來的前面的一個動作是什麼 先彎腰 彎下 所以我要跟這些老徒人坐著你站起來 我先教他們 先彎腰在地上寫字 那可以按腰在頭上寫字 你就可以站起來吧 這是我判斷的 腰葉僵硬 腰屁股沒力 很僵硬 就沒辦法站起來 柔軟度也好 他就也 他一彎起來腰中心就開始來圍 所以我教了三年之後 我下個月三夜十七十方 我在南門教會再教掌著肌力訓練 背後還有伸展還有平衡你的重心 你怎麼抓到你的重心 腰直起來就是抓到你生命的重心 所以伊撒亞書第三十章十五節的時候 你們要回歸安息 讓你們的怎樣 平靜安穩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平靜的心前而來 安穩就是找到你生命的重心 你重心找不到 你沒辦法發問你 我舉重 我要知道 我現在拉這個槓鱗 我的重心是在哪個地方 拔鱷也是 拔鱷最要緊的不是手 手是把他錄起 給大家固定的好生 最要緊的是我的腳枕頭要怎麼去變化 變化我身體的重心 所以大家會說我外向去看老人 外向去看一臉每一角 腳的重心 腳的重心 你知道你生命的重心之後 你就不容易怎樣滑 我們有唱一首歌滑腳 那個顧先生六十幾歲 生命的重心你要找不到 你就放掉 信仰就是幫我們找到生命 那第一個一開始就是你要你要 彎下腰來 前回 所以我也一開始在轉換 人家是在宜家店做伸展 我是在椅子上做伸展 做螳螂 然後從這個再轉換 我們生命的重心 你找到了就不用害你 你不用能夠承受 照單 所以主耶穌說你看不太近 其實是你找到生命的重心 所以我們剛才 我有給你們看那個志氣 等一下把他英文給他翻譯 back step to glory 向後退 後面有一個榮耀 back step 所以當一個人有志氣的時候 他知道他這樣做 背後有一個更高的榮耀在吸引著他 back 後面的step 向後退 不好意思 我今天講的這一些 我真盼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盼望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不管你的處境如何 你生命的遭遇如何 你們都能夠抬頭挺小 都能夠腰椎 當你要腰椎的時候 先要玩一下腰椎 先背在神的面前 找到你生命的重心 所以主耶穌講那一句話 不簡單了 誰沒有犯罪的誰就先 所以信仰就是在尋找先跟後了 所以你剛才這樣講 環境的十年 那是找到你生命的比重 然後那個是最先的地方 就是生命的 先後 在心裡我找到什麼是最優先的 所以你謙卑了之後 祷告的這張 醫生呢 醫生的時候可以做這些事情 OK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留一點時間給各位好不好 來發問 我們有沒有什麼想要瞭解的 特別是長者事工 長者的訓練 肌力 剛剛講肌力 目前也是有在推廣 國內在推廣這個大概不容易 因為第一個要懂 第二個要有專業 那那個蔡牧師他懂得就是說 包括日本這邊也是 都有一些專業的訓練 就是小腿的肌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 所以你訓練小腿踢肉 力量夠的時候 就不容易跌倒 也不容易骨折 我們老人家的一個死亡率 比較高的就是一個意外 意外跌倒 所以就是說那個蔡牧師這邊 他有在真的是教導 我們真的是希望各個教會 也好好推廣 因為現在教會 台灣的是在2002年 會進入到真的是超高齡的一個世代 所以這也是就是大家已經是很嚴重的 來 這個是什麼東西 來 這個是四十年前 歐洲白的來年 我在教我盲人的同學 他也當我是施仙哲 跟邱瑞燕 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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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赴經科就是用這個 7種顏色 7種bell 1G 越高就是越長 2B 然後 要買這不簡單 要買就是要買 它是整卷的 50碼的 我全部把下來好幾萬 然後我都一直剪去教 當次去教人家 走了 Rщ definit 這個是彈藝圈 這個原理原來是這個的 它也分不一樣的厚度 這個更奇妙 這也是日本的 那個2010年那個智力礦坑的時候 有一個八公分的孔丟下去很多東西對不對 其中有一樣就是這個 這個彈藝圈 他們在地底下還要做運動 你不能夠丟啞鈴槓名下去 就這個啊 每一個都有一條 當然它有設計課程 這個叫彈藝圈 怎麼用啊 這個是專門的 然後日本又把它變成這個 老人家一樣 它有時間可以 它拉越直它就掉了越快 然後一拉就沒有了 然後手還可以塞進去 四十五度 這個 把你的想像這個是你的脊椎 那些脊椎有底部 它有這個有輸 這個叫熱活的那個彈藝珠的神神 所以我醫生當中有兩個東西 當然陪伴 第一個是啞鈴 第二個就是這個彈藝帶 然後神就讓我有幸運 我現在要去安養中心就是在教這個 這個可以用綁的 綁在腳踝 後腿 綁在膝蓋 耳窟耳背 綁在髖關節 讓你的腰更加附近 你的腰向上 還是有骨子 就是綁在滾式 對 對 所以我們在英可民 知道說 以前是雅少爺 牧棍的腳 越來越多 現在不只是棍子上吧 三月十七十八 在南門教會 我今天那個報名單沒有帶來 不過你上網課已經查不到 有傳痕 可以 大概目前來上課的都是醫院 醫院有安寧病房 他們也想要來學習 所以以前叫做土法令當時 對對對 這是喔 經濟 就地取材的 對 掃把 棍子 輪胎 毛巾 石頭 石頭 當咬鈴 磚塊 以前我們學生時代磚塊 專門在練劈磚 現在都是很專業的一個改進 這就要把你的生命獻給主 那個是最重要的 有問題要問的 小燕姐有沒有問題要問的 醫學不是的 她自己本身是加一科台灣的創辦之一 哇 哇 複腸肉 然後我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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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化的 我那五十年 六到幾萬 真的是感謝這個 她等於是老一輩很重要的一個醫學 1963 我們剛好台大畢業區 唉唷 哇 哇真的 陳姐 今天蘇洛姐 你今天第一次來 你覺得怎麼樣 有問題要問嗎 我很想去在家三月十七十八 哈哈 十七十八 我今天要去看 好 南本找好消費 你在重新南路那裡 你給我寫地址跟電話 我自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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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夠 等一下 直接去南本 沒有要問 那個要問 我是說南本 還是要講 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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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蔡博士能不能教我們一招 招 我也想說學一點點 小腿要分次 小腿要分次 就是年紀大的 我們年紀多半都比較大一點 好 有沒有什麼好的 好 那我們當中有沒有糖尿病的 有 有沒有高血壓的 有 好 好來 我還是做 高血壓有 你有沒有 我沒有 太好了 什麼都沒有 太好了 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高血壓 誰要來 誰什麼都沒有 他什麼都沒有 沒有 他有糖尿病 來我們一起 跟著學 請大家 不要客氣 做一個健康的人 不要做旋轉移 要做一個 沒關係 都要做一個 好 好 一個健康的人 最起碼 他一定要從椅子起來 七十次 七十次 八十歲就六十次 九十歲就五十次 那最安全的就是 我給它稱為相鋪 相鋪的擠 擠力 就是手是這樣子 腳是收起來 這樣子 手用力 手用力 壓到你的腳底 有點 你的重心已經壓到了 然後 屁股抬起來 手用力 這是最安全 如果你半夜起來上廁所 一定要用這種動作 不然你起來 找不到方向的時候 很容易就跌倒 所以記得 手是這樣子 手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 手是這樣子 肩膀要到膝蓋 膝蓋 這是膝蓋 你肩膀沒有到這邊 你的重心還是在後面 肩膀一定要到膝蓋 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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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要開多開 手用力 你的大拇指會覺得 有一點力量 撐下去 然後屁股翹起來 屁股翹起來 然後手就要用力 好 這個就是 八十歲 好來 我們現在更年輕了 更年輕的就不用手了 不用手 然後只要你的肩膀 跑到膝蓋 如果你的肩膀沒有到膝蓋 也是站不起來 你看我也站不起來 肩膀一定要到膝蓋 然後 屁股就出來了 要翹起來 然後這樣站起來 好 這是七十歲 好 六十歲 好 把小腿 推出去 腳 九十度 九十度 好 這個時候你的柔軟度就更好了 就是你的身體 藉著身體向前的力量 屁股就翹起來 然後就 瞬間 腳就用力 又不用手 好來 現在這樣子 向前 站起來 六十歲 剛剛腳是 七十歲腳是在 七十歲在裡面 在裡面 腳越進來裡面 越容易站起來 重心 腳在外面 你一定要柔軟度夠 藉著身體擺到前面的力量 站起來 好 來 那你平常 平常的時候 怎麼站起來呢 一二三四 一 二 白白白白白 白白白 越高越好 阿三的時候速度快 三 四 等一下你都這樣做 在上班的人也是這樣做 這個膝蓋都不會受傷 一 二 三 四 哎呦 你好快喔 就是你 好 上帝給我們這兩隻手 就是翅膀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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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先講也是 這樣轉 就揮起來了 所以你要善用你 靠著這兩隻手 找到你身體的重心 然後把它揮起來 來 再一次來 一二三 四 好來 接著如果你更年輕 可以跑步 一隻腳在前面 一隻腳在椅子旁邊 兩隻手 跑步的手 腳在前面的 這隻手也在前面 講一下這個 好來 我們有沒有看過人家 一百公尺的起跑 我們就假裝起跑的時候 起跑的時候 前面這隻腳 不是發動的力量 是後面這隻在發動 是這隻在發動 逆踏位 這隻腳在發動 所以等一下 我們用一隻腳要站起來 但是一隻腳怎麼可以 很順進來 就是要靠這兩隻手 旋轉 旋轉 就是樓先講 在旋轉的時候 就怎樣 這個禪連我們這樣走 就這樣 旋轉都不會去 對不對 好來 這個旋轉的時候 後面這隻腳就用力 就起來 預備 來 1 2 3 4 5 6 7 8 好來 換腳 因為我們音樂說要換腳 記得前面的腳是前面的手 好來 預備 是後面這隻腳在發動 前面這隻腳是支撐 讓它站穩而已 好來 預備 1 2 擺動它一點 2 坐下 3 坐下 這一次 4 好坐下 好 你的擺動越大 揮起來就越快 另外這個很有意思 超有意思 神就讓我從大自然的一些動作當中 去教這些老人家 那接著我要教你們蹲 我們很少很少蹲了 所以怎麼蹲呢 蹲就是要靠這兩個膝蓋 因為我們在安養的時候 10個有一個要是換膝蓋 因為我們膝蓋越來 大腿沒有力量 四周圍也沒有力量 所以呢 膝蓋這個病骨就壞掉了 要換能夠了 所以你平常 平常就是這樣 腳把它打開 要打開的時候 手把它打開 但是腳筋了又夾進來 好來 打開 夾進來 打開 夾進來 打開 夾進來 好 訓練大腿的內側跟外側的力量 這個內外的力量 就是要幫助我們蹲跟站起來 不是只有正面喔 你如果像這樣 這個東西要起來的時候 要有左邊 左右 那時候來勾著會 一個房屋要有量 來勾 好 那知道這個原理 我們再最後一次 打開 夾進來 然後我們腳再前面一點 好 現在腳 好 身體 向前喔 來 向前 好 好 腳把它打開 屁股坐下去 好 手換在膝蓋的兩側 把它夾進來 因為今天站起來很輕鬆 好 換下去 來 把它打開 蹲下去 再蹲下去 好 手換在膝蓋的兩側 好 把它夾進來 好 請坐 我把的名當作是七八十歲 所以我再講 他們訓練的 有的人幾十年都那麼苦 他就開始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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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爬樓梯走路 就越來越有力了 好 那如果你有糖尿兵挑血壓 你就要不僅走路而已 走路也都沒搞 因為你大腿跟小腿的動的角度太小 所以你就要這樣子 手擺在後面 向前擺的時候就蹲下去 一 二 三 四 好 手向前的目的就是讓你的腰直 我今天這樣說 手押起來 你有感覺 你手押起來 腰直 腰直 找到你身體的重心 就容易蹲下去 腰直 腰直 找不到你身體的時候 很難哭啦 不知道要哭 尾巴尾巴尾巴 所以你手向前 腰直 找到你身體的時候 你就馬上 蹲 起來 蹲 起來 然後你的膝蓋 就剛才我腳的那個眼裡 打開 夾起來 手 是讓你的腰直 讓你容易蹲 容易起來 OK 到最後 如果你手不必這麼大 你也可以換這樣子 這樣子 手肘翹起來 也是讓你的腰直 一 二 三 四 OK 如果你大概走五分鐘 十分鐘 蹲了幾下 蹲了二十下 會讓你的血糖 血壓跟降低 因為 這是我們的心臟在這裡 第二個心臟在這裡 第二個心臟是在這裡 因為你剛剛走路 這個活動的角度太小 活動的角度太小 活動的角度太小 因為我們都坐著 台灣人是亞洲坐在椅子上坐最久的人 看電視最久都坐著 壽命會很長 所以你能走路還不夠 你越動 你的關節裡面的軟骨 筋肌肌 還有關節翼 你越來頂腦的時候 它會越出色 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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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動 它就沒有 沒有潤滑 好 所以今天教你們這幾個動作 你們可以看 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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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得到很大幫助 有 原來這些腳可以開步 跟糖尿病有相關 所以感謝大家 回去大家跟著動 如果忘記的話 請上網看我們的YouTube就可以了 記得忘記全部上網看好不好 好 來我們得到的掌聲 謝謝我們蔡布施 感謝主 今天我們有兩位要來背聖經示範 我們那個曾立宇 她已經到了公園去 所以陶小白真的是很希望有機會 才能藏回來 今天請這個夏天姐先 然後我們得上 第二個 來 今天是 哥林頓後書 哥林頓後書 今天才是背聖經示範 她都幾乎幾乎 她都幾乎幾乎 她就有幾乎 幾乎 是四回書一字符 來 好 來 在還沒有背聖經之前 我想回應那個陳牧師 哇太好了 因為 我小的時候身體也是很虛弱的 也是二十幾公斤 對 我是二十幾公斤 我是二十二公斤 蛤 真的還瘦啊 對 又是多病 之後是怎樣 一個學習可能要病棒的學習 那就有一次我 我在結婚前 我是到醫療院裡面去當老師 那當老師的時候 我需要為這些小朋友準備便當 就是像一個家庭的媽媽一樣 那他們是都是到外面 那時候那個機構是醫學基督 那時候就是美國的那個基金會CCF 在那裡設立 那通常那邊的任養人 不是台灣人 都是美國人 但是他們跟這些孩子說 我跟你都沒有血緣關係 我們也不同 你們是黃種人 我們是白種人 但是因為耶穌的愛 我們還願意這樣的愛心 來每個月付十塊的美金 那時候是一比四十 所以我幫他們準備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因為那個空地很大 我就想說上帝 我小時候那個身體很虛弱 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去做一些運動 你像我現在 我就可以馬上劈腿 我每天也是做一樣 我可以馬上做給你們看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這樣子 可以劈腿啊 唉唷 唉唷 厲害 唉唷 都亂走 唉唷 厲害厲害 好棒 好棒 因為當中計算力就是 我們要把最好的線給神 所以我就想說 上帝我也要把這個身體 我們的身體就是神的電 所以把這個最好的線給神 所以我每天就是 我每天差不多 都要做一個綜合的運動 然後就是柔軟度 你說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 所以我能感受說 當你身體不健康的時候 你好像什麼都沒有那種動力 所以從蔡牧師這樣一個分享 我也來回應 說真的 他教我們 但是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要去做 正如我們說 哎 聖經對我們是有幫助 我們就是天天跟神來對活 好 好 那你要看哪一段 來哥倫東後書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好 好 好 我們以神 我們以神同工的 也欠你們 不可屠受祂的恩典 因為祂說 在夜那的時候 我應援了你 在拯救的時候 我在拯救的日子 我大救了你 看哪 現在正是拯救的時候 現在正是夜那的時候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們凡事多不可 教人有妨害 免得這職份被人毀罷 反倒在各樣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若如在喜多的忍耐 困難 窮華 困苦 兵打 堅盡 勞乱 勤勞 警醒 不實 連結知事 恒冷 恩慈 聖民的感化 無謂的愛心 真實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義的兵器 再走再右 榮耀羞辱 惡民 美民 似乎是誘惑人的 且是誠實的 似乎不為人所知 且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且是活著的 似乎受責華 且是不至喪命的 似乎憂愁 且是常常快樂的 似乎貧窮 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 哥林多人啊 我們向你們 心是開的 心是張開的 心是寬宏的 口是張開的 你們狹窄 也不在乎我們 是在乎自己的心常狹窄 你們也要照樣用 狂窮的心報答我 我這話正想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你們和不信的 不要言不相配 不要同父 以而 義和不義 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麼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麼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麼相干呢 神的點和偶像 有什麼相同呢 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點 就如神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做他們的神 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又說你們物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以他們分別 不要沾不絕境的物 我就收了你們 我要做你們的神 我要做你們的父 你們要做我的兒女 這是前人的主說的